到底 三道橫妝殘有冤陷主理事件 大多數謀懷暗議之事 他前前不明白說 第一點 未恆害人者以投胎承認 受害者仍未投胎和鼓鼓追討呢 第二點 未恆殺害人 投胎轉世 認可求道 修道 犯道 有呈現作為的機會 殺人不是很殘忍嗎 不慈悲嗎 好 因為 各位前學 我們所看到的那個角度都不觀光 那有一些追生追世 我們看他並沒有行什麼大功大德 可是他的成就 卻是眾人所公認 那這個我們就是要了解到 我們所看到的是死以追生 那假如說你再多了解 前一生的話 那也不多 那一般他會有成就 那個都是要累世 你看之前我們不是有講一個故事嗎 說有一個師父要出門 交代他的徒弟啊 說我桌上那個金剛經理不要去翻 有沒有 還記得嗎 記得喔 結果喔 他的師父不交代他還不會去翻 他師父一交代了喔 師父出門了他就去翻了 他去翻了以後啊 結果喔 那個金剛童主就出現了 然後金剛童主說 主人你有什麼吩咐 他就趕快把他蓋起來 有沒有 嚇到 喔 說喔 怎麼會有人 喔 怎麼會有人在裡面啊 然後他想一想 喔 我們師父都叫我打水 在那邊邊打水 跟他在那邊打水 那路都很難走 對 我就要來請這個金剛童主 來把那個路做給他爬 然後他就第二次就去翻對不對 然後那個金剛童主又出來 說主人你有什麼吩咐 他說喔 你就把我吩咐了 讓我打水好走 他說好 主人跟主人有吩咐了 他就馬上回去走 他說隔天那個路就很平了 然後他師父回來的時候 他說 咦 我怎麼會減到的地方 每次路都沒有白 這次路怎麼這麼白 他一直回到那個廟裡面回來說 對 這是我的廟 然後他的那個徒弟說 嗨 師父回來了 一生愛給我 然後他就先去過著 向那師父說 對不起啊 師父 我沒有聽你的交代 我幫你那桌子上 那個金剛童給你援開 他說你援金剛童有看到什麼 他說有 看到金剛童主 他說你不能講白菜 修道人不可以講妄言 他說真是有什麼 他說 啊不然你援給我看 他就再去援了 再去援 金剛童主 他又出來 使人也有什麼吩咐 他又真的又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啊 那個師父就講話了 說我幫你援四十年了 你不要援一次援給我看 他一次就沒有援給你援 我幫你援而已 你就援給我看 那個金剛童主說 他說 師父啊 你援四十年 人已經援四十世了 你知道意思嗎 已經援四十世了 你再援四十年而已 一世就要不夠了 這樣知道嗎 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這個差很多 那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在修的時候也是一樣 有的已經修了好久 他都修了在等 有時候你看我們啊 像社會人士 一世也沒修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一世也沒修 所以你看 修了很久了 跟修一世的有沒有一樣 絕對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一些功德 他就都沒有在做 我們的功德在那大 人家已經 累積了 很多了 累積很多了 我們沒看 所以就不能這樣講 所以要知道說 他一呈現 有他的那個 遠音 還有靜音 靜音是現在修了 遠音是以前的修了 以前已經 累積都在修了 你如果比較少在那個 西岩 那個六子那個朝代 那個那個 那個時候六百多年 西岩六百多年 那個時候的修道人 很努力在修 累積了很多 你到西岩一千一百年以後 一直到兩千年 這個中間 都沒什麼在修了 所以我們就很難去 去比較 說他得他的那個 累積的座 跟那個酒 到底差多少 所以很多 都是這一種現象 尤其在 達摩祖師西岩 五百零二年 到我們中國來的時候 那個朝代 我們中國人修道是很努力的 一直到西岩 一千一百三十五年 那個蜜勒路巴以後 那才中斷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一定要了解到他的背景 那我們佛性不會消失 他沒有開始 也沒有結束 他中間都一直在延續 你一直在延續的中間 你假如說中間都很努力在累積 是不是很多 你中間都沒要修 是不是很少 都這樣 所以那個答案都在裡面 就這樣了解了 這樣了解嗎 答案已經出來了 這就是 社交人 你想想想做 你什麼時候 你一定有些 想想想做 想想想做